是蛮好 但有时候其实处理起来也蛮麻烦的 它有两种方式 要不就把它切成两个串列 要不就是把它用item的方式 用项目的方式 逐个逐个取出来 我自己比较习惯用串列 因为串列感觉就是熟了之后 以后就用串列来处理 相对的不用重新再学一个另外item 当然你可以看一下 在字典里面 它有用项目的方式取出 那我这边是用串列的方式 特别注意 所以外面这边记得要把它包一下 一个list 然后一个就是抓key 一个是抓value OK 然后这样 所以两栏 你把它想象一两栏 一栏是姓名 一栏是成绩 然后我就把姓名的部分 放在一个叫listkey 或者你名称可以取 叫listname 然后一个score 本来我取名叫listvalue 不过感觉你底下所有的串列 都要重新改名称 太麻烦 干脆叫listgo好了 OK这样会比较一致性 那底下的话 如果要列出它的成绩很简单 反正就是for i in range OK 那它的这个key也好 value都一样 它的长度多少 你就跑回一圈 然后分别用format 这边一样用format 不过format其实大瓜虎里面 因为我不指定它是放什么样的资料 所以我用大瓜糊就好了 反正加个大瓜 意思是说把这个成绩放过来 意思是说谁的成绩 所以因为是listkey 是名字 名字放到这边来 的成绩 AA的成绩 几分 然后就是score 那跟着那个I 一个两个三个 所以这边跑出来的话 我们for回圈跑完之后的话 底下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回圈跑完之后 其实就是这个列表 有没有 某某某的成绩 是几分 OK 就是把分别把这个成绩丢进来 这个成绩 名字丢进来 成绩丢过来 最后的话呢 再去算 总共有几个学生 所以几个学生 这个跟前面一样 我们直接用那个LEN 就可以把它直接几个学生 的成绩算出来 另外的话计算总分 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把那个-1 给避开了 OK 所以基本上没有-1 所以直接用sum就可以了 把这里面的成绩呢 直接sum 就是把它加总 然后得到一个total的总分 那平均的话呢 当然就是把那个total除以 它总共几个学生 总共几个成绩 然后就average 最后一样我们用 那个format 所以你会发现 会用format 真的蛮方便 输出的时候呢 format是什么呢 成绩 我用整数 当然你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加 那假设直接给它个大瓜 我其实也OK啦 如果我希望输出就是一个整数的话 那你就什么 在这边加一个冒号d 那average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就点2f 这个前面有讲过 然后呢最高分是谁 最高分几分 最低分几分 那你可以用max这个串列 mini这个串列 但是呢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呢 最高分是谁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在后面加一个什么 逗点 最高分是哪一个分数 但是呢他的姓名 也许这边加一个什么 姓名 是 姓名加个冒号好了 也许我要把那个人的名字 把它抓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办 姓名 ok 然后冒号好了 是谁 最高分 那这个底下也是一样 最低分是谁 的名字 我一样要逗点 逗点反正他就多个空白而已 是谁 名字是谁 那这个地方当然 我们好像前面有讲过类似有一个 用那个串列里面的index方法 去查询什么 查询那个最高分跟最低分的位置 并且把他的那个名字给带出来 ok 如果你会那个方法的话 就简单的 好 但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恐怕还要自己再去 跑个回圈 分别再去比对 最后再查 更麻烦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是谁的话呢 第一个 你可以把那一个名字 名字我们是放在list key 里面 所以list key 在这个 串列 里面的话呢 大概一个中刮符 里面的哪一个 哪一个我可以根据什么 根据scope这个串列 让他去查查看 所以根据scope 他的成绩里面 帮我查一下 一个索引值 哪一个索引值呢 index 刮符一下 就是那个最高分的索引值 最高分就是这个 scope 最高分的那个 所以呢他会帮我查出 他最高分的那个索引值 并且呢 把同样的位置丢给什么 丢给list key 就是名字 他会把名字带过来 就抓到是谁的 另外的话 最低分的那一个 最低分那个一样 所以其实你可以 把这个公式 直接丢到这边来 那改一下 改这边把它改命令就可以了 最低分那个人帮我查一下 一样帮我把他的名字带过来 这样子我可以查出来 所以哦 再把这个执行一下 成绩 假设 98分 那个人的名字 叫做AAA 好一样 我们 把BBB 那分别把那个成绩 出入之后的话 那最后一样是一个-1 那他就会帮我把什么 把那个先丢到串列 丢到那个字典里面 再把它分割 姓名就放在list key 那scope 那个成绩一样 把它切开到scope Enter过 OK 各位可以看到 一样把它列表 然后算出几个学生 他的总分跟平均 那并且最重要 最高分几分 这个分数 是谁 就帮我把那个人的名字抓过来 特别注意哦 所以善用那个index 如果你用index 其实在串列里面 还蛮好用的 因为可以马上找到 某一个相同位置的 其他蓝的资料 OK哦 然后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试完之后的话 也许再试试看 就是说 一样我们前面 有那个 讲到一个就是把什么呢 在云南白板里面 有一个学生成绩 所以一样 请你把学生成绩 这一个下载一下 那我记得好像你成绩下载过了 下载成csv 这个成绩里面 已经有了 把它看一下 我印象中这边有 就是学生成绩这一个 那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 就 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 就这几个 包含姓名 国文 英文 数学 那请各位一样 把这些成绩呢 读到字典里面 做后续的处理 那我希望得到什么呢 最后呢 我希望读进来之后的话 让我看到的结果 类似像这样 就是把它读进来之后 这个 好像改了编码方式 好像已经不是UTF8 我把这个UTF8这个拿掉 OK 因为我刚刚有 之前有把它改成那个 非UTF8 好吧 位置 那就是把它的那个资料 把它整个列出来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